故事发生在首尔郊外的一个旅游小镇 一次偶然的机会 民宿老板老眠接待了一对由好友民宿转来的旅游母子 作为这里的老板兼服务员 老眠自然是对女人热情招待 可就在老眠帮忙给女人提东西时 女人的反应却显得格外紧张 接着老眠又提出要不要晚上一起吃烤肉 说是之前民宿老板的请客之前 女人还是拒绝了 他直言儿子最喜欢吃他做的食物 就在老眠尴尬离开时 女人却看上了老眠民宿里的老式唱片机 老眠自然没有拒绝 难得有一个和自己已是妻子有同样爱好的人 老眠带着女人来到地下室 这里有妻子曾收藏的各种黑胶唱片 等女人选好一张唱片 老眠就在客厅放起了音乐 女人似乎很享受这种音乐 接着就走到窗边冷冷地看向了 正在泳池玩耍的儿子 仿佛是韩国汉一把 正在欣赏作品的材料 果然一到晚上 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等第二天一早老眠过来打扫 却发现女人已经留下钥匙和丰厚的房前走了 本以为遇到了个大方的房客 可万万没想到 老眠却在唱片上发现了大量血迹 更诡异的是 楼上的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就连床单也被叠得整整齐齐 等老眠打开卫生间的门 一股强烈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 这是漂白剂的味道 可房客住一晚上哪能脏的需要用漂白剂清洗 老眠终于慌了 连忙查看停在门口汽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果不其然 真实情况是他预想的最坏的那种 只见女人临走时拖着一个又大又重的箱子 而那个小男孩就再也没有在视频里出现过 女人竟然残忍地杀害了小男孩 老眠当场就被吓得贪软在地 缓过神的老眠赶紧打电话报警 可仔细一想他又犹豫了 如果报警让媒体曝光 那他用一辈子继续建造的民宿就彻底完完了 老眠决定从此忘记此事 毕竟他这样的证据也证明不了真的杀人了 老眠开始清除房间里的一切痕迹 就当这一切从未发生过 寒乃蜀网 一年的时间也让老眠渐渐淡忘了这件事 第二年夏天 老眠接到女儿电话说是要带男友一家人过来 游玩是其次 最主要是男方父母要来拜访一下老眠 老眠很开心 可谁想准备好一切 率先等来的却是一辆红色大具 里面坐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一年前那个诡异女人 老眠假装不认识 并同时拒绝了女人过来住宿 一是女儿带着男友一家过来 二是老眠可再也不想面对这个杀人凶手 然而不知情的老眠女儿怕影响父亲生意 于是当即表示他们只是过来吃晚饭 由于男方父母带的狗子生病 他们打算吃完晚饭就回去 就这样 女人再次住进了老眠民宿 可更让老眠没想到的是 一年前说怕水的女人游泳游得比谁都好 原本想装作不认识等女人离开 可女人却似乎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 老眠忍不住质问女人为何还要来 不想女人却一连挑逗式地说老眠是不是在想她 可更让老眠没想到的是 等她再次醒来已经被迷晕躺在了地上 老眠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 连夜驾车赶去了警局报警 可话还没开始说 下一秒鼻子就突然开始流血了 老眠下意识想从口袋拿纸巾 不想却掏出了一张自己一家人的合照 老眠吓坏了 接过警察递来的纸就跑了出去 原来女人已经开始用老眠的女儿威胁老眠 老眠明白这是女人给他的警报 但要想伤害自己的女儿老眠绝不答应 为了以防万一 老眠开始向开民宿的好友打听女人第一次订房的信息 之前由于好友的民宿空调设备出故障 好友这才把女人介绍到了老眠那里 然而一年前登记的是惨死小男孩的名字 就连当时留下的电话也是假的 老眠越想越后怕 自己对女人一无所知 可女人却已经看到了自己女儿的长相 于是趁着女人外出 赶紧在屋里开始翻着起女人的证件 然而最后不仅一无所获 甚至女人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民宿女主人 在未经老眠同意的情况下 女人竟然叫人搬走了屋里不喜欢的旧家具 老眠气炸了 冲进泳池就想把女人按在水里淹死她 直到女人在水里没了动静 老眠这才松开了手 当然 这不过就是老眠一次发泄愤怒的一响而已 老眠主动找到女人 两人也该坐下来好好聊聊 女人一脸无所畏惧 她似乎比老眠更懂法律 一个拍到她单独离开的视频并不能成为证据 因为最重要的是小男孩的尸体 更何况老眠之后清洗掉血迹痕迹 那老眠本质上和她没有任何区别 女人感觉自己已经将老眠彻底拿捏 只要报警老眠就是同谋 但她不知道的是 老眠已经把刚才的谈话全都录了下来 自己承认罪行再加上视频为证据 就算找不到尸体女人也是第一嫌疑人 老眠立马收拾好录音和视频 天一亮她就开车赶去了警局报警 尽管在路上犹豫了一会儿 但最终还是掉头前往面前的警局 女人恶狠狠地下车查看 但索性老眠命大逃过一劫 原来就在老眠一大早急忙出门时 这一幕刚好被起来的女人看见 随后女人来到老眠民宿的房间 在房间里找到了老眠新买录音笔的盒子 女人之所以如此平静 都是因为她已经拿走了老眠的视频和录音 老眠也打消了报警的念头 只要女人立马离开这里就行 可女人拒绝了 她在这里能找到灵感打算买下老眠的民宿 但老眠怎么可能会卖 这里可是她和妻子留下唯一念想的地方 既然女人赖着不走 那老眠就打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女人不是没有定房记录自己来的吗 那老眠就把民宿对外租出去让别人赶她走 很快 房客就把警察叫来把女人赶出了民宿 但女人可没那么容易走 她所有的东西都被搬到了隔壁老眠的房间 而老眠自己则挽起了失踪 一名年轻警察对风韵有存的女人来了兴致 临走还不忘撩了女人一把 等民宿里的房客要走 老眠又叫来朋友帮忙交接和打扫卫生 反正就是要赶走女人 自己不好出面那就让别人来 女人还没从气氛中缓过神 下一个房客立马就打车赶到了 看着是一群话多吵闹的年轻人 女人瞬间被气得凶都大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这个女封批就真真切切体会到了被抓狂的快感 她想着在晚上昨晚作画没人吵 可小年轻的派对一直持续到凌晨 派对搞完 小年轻就又来找女人拿洗漱用品 女人再次被气得胸口疼 可这些还都只是小场面 果然打扮魔法的还得是魔法 紧接着一直打不通电话的老眠终于打来电话 老眠告诉女人 接下来过来的房客基本都是团体的 希望女人有空的时候 能帮忙好好打扫一下 女人被气得不得不撂下狠话说要杀人 但下一秒老眠就把电话给挂并关机 现在女人是想出口恶气 都没对象可以发泄了 女人搭拉着脑袋气得没一点脾气 准备收拾东西真的要走了 但就在这时 之前一直对女人念念不忘的年轻警察到了 看着被砸碎的窗户 她那怜香惜玉的感情瞬间泛滥了 接着就叫朋友订房把老眠给骗来了 然后在老眠面前狠狠嘚瑟了一把 在警察面前 老眠就是个经常骚扰女人的老色批 为了不暴露本性 女人不得不和帮她忙的傻子们狂欢 可毕竟是郎多肉少 男人们显得格外绅士 而早就对封批女人有想法的警察不愿放弃 今晚不行那就放长线掉 就在第二天警察陪着女人返回想享受二人世界时 老眠却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 该说不说 老眠恶心人这事还真是有两下子 你破坏我赶走封批女人 那我就恶心你的烛光晚餐 饭桌上 小警察一再吐槽老眠就是个没有自知之明 且还想泡年轻女孩的老家伙 这种以老卖老想占便宜的人他见得多了 没多久 女人就借着拿牙刷的机会找到了老眠 打算把老眠这个屋子分给老眠 以换取老眠的帮忙赶走舔狗警察 因为只要老眠跟警察说句他和女人兵事前嫌 那警察就没有理由死皮赖脸地保护他 不愧是个封批女人 老眠还没卖他就已经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了 倘若老眠不同意卖 女人就把杀害小男孩的详细过程讲给老眠听 正常人听了当然不敢住 而封批女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见老眠大喘气地跑出来 外面转了半天的小警察立马跑了进去 而女人为了恶心老眠 抓住小警察就亲了上去 接下来是一段不可描述的画面 我们就直接跳过去啊 老眠开车离开 不想在半路遇见了一头巨型野猪 他加油门冲过去 才发现这一切又是一场幻觉 但此刻老眠也明白一个道理 无节制地退让只会换来坏人的灯鼻子上眼 老眠随即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 接着开车就返回了民宿 此时的小警察和女人刚完事 只见老眠拿着木棍就往小警察身上招呼了上去 这就是老眠要的效果 小警察非法入侵他人房屋就可以赶走他了 当然老眠没有深究 只要小警察从民宿退出来就行 然而小警察并没有得到教训 当天夜里又打车返回民宿找那个女人 风批女人没找到 却意外发现了老眠的那支录音笔 听完录音小警察也懵了 拿上录音和证据就立马往回跑 可万万没想到 半路却刚好碰到了返回民宿的女人 女人没有二话 一脚油门就撞死了小警察 与此同时 在警局待着的老眠再次看到了15年前一桩旅馆的惨案 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 是前不久去医院看望摔断腿的好友的时候 15年前 这家旅馆就因扯上杀人案彻底凉凉了 这个撩头发吃面的男人名叫蛋哥 是个热情好客且心地善良的汽车旅馆老板 旁边扎着辫子的男人名叫蛋来 是蛋哥在这个小镇遇到的最好的朋友 可就是因为蛋哥太热情善良 却在下雨天把一个停在路边的杀人犯给招进了旅馆 蛋哥本是好心 可万万没想到这个杀人犯竟在房间杀人之解 自此 被媒体曝光的旅馆再也没人敢来 蛋哥和蛋嫂不得不干苦力来偿还旅馆贷款 而儿子小蛋更是因着是在学校经常被坏学生霸凌 更悲惨的是 经常做噩梦的蛋嫂最后受不了自杀在了旅馆里 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最终却被一起杀人案弄得家破人亡 老年并不太清楚旅馆背后的惨案 他只知道蛋哥的旅馆是因杀人案而长满草 所以老年想去看看旅馆主人的最后结局 以便决定自己到底是卖还是投案自首 从房产中介这里打听到 原来蛋哥的儿子小蛋一直不肯卖旅馆 而旅馆的真正主人蛋哥 此时正在首尔的某所养老院里做杂工 按理说这时的小蛋已经差不多快30岁 可蛋哥却说旅馆有事 他把自己13岁的儿子放在小姨子家待几天 看来蛋哥的记忆一直还停留在15年前旅馆出世的那年 一听到旅馆里有疯子 蛋哥立马警告老年 千万不要相信那疯子 他是不会考虑我们的感受的 要像你女儿活着 就一定不要相信疯子 看到蛋哥现在这副模样 老年立马意识到妥协和沉默只会让情况变糟 更让老年没想到的是 老年却意外在蛋哥嘴里得知了小蛋要杀那个疯子的事 根据小蛋的来访信息 老年很快得知了小蛋还住在废弃的旅馆里 可老年刚到废弃旅馆没多久 接着就被小蛋一个偷袭就给抓了起来 而今天 正是小蛋实施多年复仇计划的开始 只见叔叔蛋来在医院观察着压介杀人犯警察的动向 因为今天也是杀人犯来养老院看望母亲的日子 而蛋来书早已将母亲安排在杀人犯母亲旁边 只待杀人犯一来便可一枪毙命 这一枪并没有干掉杀人犯 但小蛋还有备用计划 只见杀人犯趁乱干掉警察想逃走 可拿到要是打开手铐的一刻蛋来书就冲了出来 为了给小蛋争取时间 他不得不跟杀人犯扭打在一起 甚至到最后一刻 蛋来书的母亲都跑出来阻止杀人犯逃跑 小蛋按照事先备好的路线逃走 此时的他终于释放了压在他内心15年的仇恨 他如是重负地回到家 却发现老绵已经挣脱了束缚 小蛋把老绵赶了出去 此刻的他再也没了遗憾 只见小蛋将子弹上膛 接着就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就下小蛋后 老绵立马把电话打给了养老院的蛋哥 听着父亲停留在15年前的关爱 小蛋渐渐打消了轻声的念头 老绵表示他会给小蛋做不在场证明 已向他谈论买卖旅馆作为掩护 解决好小蛋的问题 另一边的疯批女人却浑身是血的 给老绵打来电话 原来在老绵消失的几天里 因骨折住院的好友出院了 好友看到疯批女人还赖在民宿不走 于是打算替老实的老绵赶走这个女骗子 老绵好友走出房子没多久 疯批女人就突然拿了把螺丝刀 骑到了好友身上 没多久 见父亲电话打不通老绵女儿也来到了民宿 女孩被老绵叫倒得很好 一个不注意就拿铁锹放倒了疯批女人 随即来到地下室 准备救走受伤严重的父亲好友 但很快 缓过神的疯批女人又提着铁锹杀了过来 疯批女人不是老绵女儿的对手 但奈何老绵的女儿没什么实战经验 疯批女人最后摸到一把螺丝刀 转身一捅就把老绵女儿给捅上了 接着拿电线将老绵的女儿勒晕 直接打包到箱子里给拉走了 这也就发生了疯批女人打电话给老绵大吼大叫 很快 老绵就端枪找到了正在泳池的疯女人 可疯女人用老绵女儿的性命做要挟 老绵不得不放下枪和女人谈合作 为了表示诚意 女人先让老绵把地下室的好友送去了医院 女人表示她马上就要飞往国外 但走之前可能会有个比她麻烦的人来找她 她要求老绵对她的是只字不提 并同时要老绵帮忙买点东西在花园里 具体是什么东西 老绵还是不知道的好 双方达成协议 接着女人就把老绵带到湖边找到了女儿 索性老绵来得及时 女儿送到医院时还有呼吸 然而还没等老绵回到民宿 一个人就悄悄来到民宿捡走了老绵带来的枪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女人口中所说的麻烦前夫 一年前被封批女人杀害的小男孩 正是前夫的亲生儿子 而女人之所以那么做 都是因为他受够了要假装爱小孩 封批女人的身份更不简单 她是个韩国财阀二代 封批女人还不敢相信 随后立马就打给了她的财阀父亲 然而她的财阀父亲在电话里一言不发 因为她也受够了这个神经又变态的封批女人 而前夫之所以迟迟没动手 都是因为她想从女人嘴里得知儿子埋在哪 可封批女人压根不会说 因为说了她也就活不成了 封批女人还想趁机逃走 但下一秒